农历七月中原普渡即将到来 三生四果怎么准备可是大合学混的 因为嫌疑上的关系在民俗专家眼中 有些东西可是不能拜 芭蜡跟这个葱姆豆关切 因为我们吃到葡萄之后 还有白色出来 会再生长这种的动物 这种的菌物这种的水果 我们现在也都没有拜拜 经过我们的钢门贵 要过去帮起来那种水果 那种叫做不解之物 我们也没有用 芭蜡跟番茄除了多子不解外 也有不干脆横翻的谐音 因此不建议拜 而另外也有人建议 香蕉、梨子、梨子跟凤梨不能同时拜 因为有招好兄弟来往的谐音不太吉利 我们尽量不来拜 对这个好兄弟说我比较浪 我们尽量拜 好兄弟有浪来我们家里 这是一个不好结局的 所以我们不拜 最近我们一些这些邪音 包括金椒 包括你啊 包括你啊 我就叫你来 我们也不希望风险在那儿就整天来 所以这三行在七月时也要禁忌 我们要拜好兄弟 本来就是要请这些好兄弟来 你拜他就是要敬他嘛 要请他们来吃嘛 那里有时候梨子不可以拜 就是你你来我们就很诚意地敬他就可以了 像你们这边都是拜梨子的 有有有七月份全部也是要拜梨子啊 就是班来讲啊 家家户户户都有用梨子在拜啦 对 大家还是没有机会对不对 没有没有 有人认为就是要宴请好兄弟 所以没有关系 但也有人觉得找好兄弟来 毛毛的不太吉利 两种说法都有人性 就看民众信或不信了 但无论哪一种拜拜禁忌 最重要的都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这里这样台中才放不到